觀眾已經期待很久的電視鏡 尚路雍生紀第二季 在雜美補齒 主要是在說 有社營酸主演的大家寧 非兴完成夢想的過程 稍加寧特國中路 家寧媽媽夢露成鳳 也來拍出那個年代 媽媽的夢來 說這心想的目視 讓很多夢幼看得 腦袋滴滴滴 也在PTT 引起到很大的討論 雜美這個補齒 收視率衝進館 甚至贏過 幽涮到無雜台補出的 東京歐文的比武室 我也要說自己輸出就好 要帶高中的收家寧 人對花金 讓媽媽帶去家做 第一個 兩個頭很雙心 雙心很多 五年紀先看了 都打開小孩時代的記憶 全新第二季 尚路雄生紀 除了有社和家寧的 生長過程 還有大家寧 結束百票回鄉 因為專門來處理就好了 我可以自己來 好 好 好厲害 社會家的過程 真的是水到哪來 除了讓香腸 還讓白武 反對讓人看得很慘 用心搭做的第二季 第一集收視率很好 在PTT台球辦 討論也都出現了兩個紅店 夢遊都說 真的用香的那段 還有說 海仔我笑到共鳴 記載不掉 老闆你剛剛有想了一下 我們這一個小時 你有想好這麼破惡的話 要做什麼事嗎 我就把憲淹的制服照正面 正面不修圖 哈哈哈哈哈 英文說收視率超過日的好日 不過想不到收視率不夠日 四歲以上收視率有3.5球 其中35歲到54歲 路線收視率有5.4 這個年紀也很符合 氣球當中 大到2個年紀 很多人 只能在氣球當中 看到自己 就是說那個時代的媽媽們 說辛苦了 因為我覺得 剛剛雖然 剛剛佳奎有說我會不會哭 英文說我會哭 其實我本來覺得我不會哭 結果看著看著 我也流下了時代的眼淚 可以注意的是 尚路二和港一個時段 正常的東北武士 有說大家當時收視率 2.100 公司1.66 領先很多 全新的第二季 和第一季收視率 加了很多新的 感謝還有構思 又挑戰五人 日記 比較沒在說的 當時的議題 家庭愛情 溫暖還有有趣味 讓觀眾看到 有時候老肉菜 不過有時候又會笑話 也期待可以 趕緊再看到後一集